人在江湖飘难免会中招 面对网络谣言 无理涛涛一句快别扯淡了 耿直的怼回去 蒙翻一众网友 小英吴亦凡过断选择法律维权 诽谤者被判连续15天声明道歉 也让网友表示大快人心 具体咋回事 所长来跟大家掰扯掰扯 日前有网友爆料黄子涛在北京朝阳区看房 有意成为朝阳群众 照片中黄子涛身穿一身黑衣 外搭军绿色外套 不过军手头图之间 或有老干部的架势 结果无理涛涛竟然亲自跑去留言辟谣 快别扯淡了 简单五个字 让吃瓜群众分分钟笑喷 无理涛涛简直太耿直了 有人说这不是买房 而是在拍谈判官的剧照 嘿嘿 还是让所长来告诉你真相吧 根据网友爆料 涛涛是因为尿急憋不住 跑到房产中介蹭厕所上大号了 而且当时厕所里还没放纸 我仿佛看到了涛涛欲哭无理的脸 去年年底 她还被拍到去KFC蹭厕所 大长腿大高个这么一亮相 搞得大家都不能好好就餐了 我说涛涛 蹭厕所都能上头条 你绝对是第一个 所长佩服佩服 网上全评一张嘴 不过造谣终究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不主持微博话题 泡王吴亦凡 并称吴亦吃喝嫖赌 欠下3.5个亿的这位博主 就被吴亦凡告上法庭 如今审判结果终于出来了 网友纷纷恭喜小爷胜诉 虽然侵权的内容已经全部删除了 该博主在无证据情况下 对吴亦凡的形象损害已经形成 所以钱还是要赔地 道歉还是要有地 法院判决王某要连续15日发布道歉声明 并且向吴亦凡支付2万元辅慰金 和12200元维权合理费用 所长在此祝贺吴亦凡合理维权并胜诉 希望能改善改善目前网络造谣满天飞的现象呢 陈思成出轨门爆出多位网红 在亚亚爸爸点赞 忍耐幸福才会来的微博之后 大家都以为故事即将走向中国式原谅 没想到事情又出现了神转折 有人爆料称 陈思成在出轨曝光的前几天 就瞒着佟丽亚在保险公司买了巨额里财保险 投保金额高达8位数 而且受益人既不是老婆亚亚 也不是儿子朵朵 这就意味着如果亚亚离婚 只可以分割保金 但是保险金就无缘了 还有人扒出陈思成名下 惩亚公司70%的股份 全部都转移到了万达手中 也就是说陈思成把股份全部变现了 而且卖股权的时间还在两人结婚前 如果两人离婚 佟丽亚一毛都得不到 网友表示 我的天 这简直就是男版马荣有没有 陈思成这么高的智商不用在正经地方 也是看得人毛骨悚然 所长最后顺带提醒一句 如果真的要离婚 一定要起诉离婚 不能协议离婚那呀呀 要说秘之热搜体质 所长真的指服正爽 胖了瘦了上热搜 休假消失上热搜 78天没露面的小爽 这次一线身上海机场 就分分钟又登上热搜榜 只见小爽保持了一贯的灰黑风格 用大衣和围巾把自己围得严严实实 看到有人在拍还羞涩党脸 但是一看到有粉丝打招呼 小爽又立即招手回应 笑容十分明朗 另外小爽在机场全程手机不离身 不仅边走路边发语音 甚至还专门趴在玻璃围栏上 专心摆弄手机 不知道是有了新工作 还是在和传说中的胡彦斌隔空示爱呢 去年张雨琪与袁八元 相识十天就火速相恋 相识七十天就火速结婚 等到大家发现的时候 女神都已经登完季 准备去度蜜月了 据称张雨琪的丈夫 作用多家公司身家丰厚 临近年底 作为老板娘的张雨琪 就和丈夫一起去视察了 自家的时装公司 期间热情的与员工合影 并签字留念 网友纷纷大赞张雨琪 素颜很美 气质出众 身材也依然火辣傲人 还不由儿童爱逃王全安 问你后悔吗 看起来张雨琪婚后过得很幸福 只不过所长忍不住想说 虽然是在开时中公司 哥你这时尚感貌似不太好 大家看下圆巴圆穿的裤子 气氛裤还勒得那么紧 难不成是偷穿了张雨琪的裤子 最近所长的狗粮吃得很饱 其中就有董子健和孙姨 这对超甜蜜的小情侣 翻开两人互动的微博 有董子健是爱孙姨贴面膜 配文老板总对我黑着脸怎么办的 董子健说梦到爷爷 孙姨马上留言回一个温柔的报 各种打情骂俏恩爱合照不能停 这甜度让网友都受不了 抱怨说爱都老实秀恩爱怎么办 在线等 但是昨天所长突然发现 孙姨微博里关于董子健的内容 全部删光了 不过董子健社交账号中 与孙姨有关的内容还在 朋友圈背景图也依然是两人背影合照 两个人到底怎么回事 所长也是不得而知 不过还是希望你们这对小情侣 好好幸福下去呀 呀